各位主内的家人们 今天我们要思想一个 我们一直都在听到的 当耶稣在每一次的圣餐 我们每一次 每一个月 我们都会举行 这一个主餐 这一个圣餐的时候 我们都会讲到这句话 但是可能我们听了很多次 我们不一定能够真正掌握 里面到底在讲的是什么 那今天我们要思想 今天本来是圣餐 但是因为下周 是我们的受难与复活的结起 所以说我们把圣餐 移到下周去 那在每一次的圣餐的时候 我们都会听到这句话 他拿起杯来说 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这血是为你们流的 你知道耶稣在那个时候 当他举起杯来 当他说这句话 这是我所流的血 用我的血 所立的新约的时候 你知道在他旁边的那十二个门徒 每一个都非常非常的惊讶 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在讲的是什么 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 非常清楚地提到 什么叫做新约 什么叫做新的约 他们知道有一个约就要来临 但是他们却不明白 原来就是那个时刻 他们以为那只是一个御业节 就像我们普通过年 吃一个团年饭 他们以为只是这样 但是他不知道 耶稣举起杯来的时候 却宣告了一件事情 现在这个时刻 是立约的时刻 而且我们立下的是新的约定 各位主内的家人们 在旧约圣经里面说 有一天神要与他们立新的约 那什么叫做约呢 约是这样子的 在神行事的过程里面 上帝总是去主动地呼召我们 主动地寻找我们 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不是我们先去找神 是神来找我们 神先看见我们 然后用各样的美好 各样的事情 万事互相效力 推动我们 直到我们和他相遇 神呼召我们 神呼召我们 就好像在 然后他呼召了以后 他就会跟那一个 愿意回应他呼召的那一个人 定下一个约 就好像我们在圣经里面 第一个和上帝立约的是挪养 上帝就呼召他 上帝寻到他 呼召他说 我要用洪水毁灭这地 所以说你起来建造方舟 当挪亚回应上帝之后 当这一切事情成就之后 上帝就跟挪亚立一个约 就是立了这一个我们非常有名的彩虹之约 上帝就立下这个彩虹的约定 跟挪亚立约 然后接着下来上帝又寻到了亚伯拉罕 或者那个时候叫做亚伯兰 他就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离开你原本的地方 到一个新的地方去 到我应许你的地方 我不只是要赐福你 我要赐福你和你的那一个后裔 只是一个 那唯一的一个后裔 我要赐福给你 那亚伯拉罕回应了上帝的呼召 然后来到创世纪第15章 在那一个应许之地的旷野的时候 上帝又再一次呼召亚伯拉罕 跟亚伯拉罕说 亚伯拉罕我要祝福你 我要使你成为大国 但是亚伯拉罕说 我都没有孩子 我没有孩子 你给我这样多福分有什么用 然后就在那一天的晚上 上帝就跟亚伯拉罕立约 然后告诉亚伯拉罕说 你看天上的心 你看这里的沙尘 你的后裔就要这么多 然后亚伯拉罕预备了祭物 上帝就亲手把这些祭物都烧了 然后就应许 要透过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 就是旁边那一个撒拉 他必定要赐给他们 那一个后裔 叫万民万主万国 所有人得福的后裔 后来上帝又在经济的火里面 就是我们长老会的标志 在经济的火里面呼召摩西 他跟摩西说 你来照着我的吩咐 去把我的子民以色列人带出来 然后摩西回应了上帝的呼召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 出来的时候 来到吸奶上的时候 上帝亲自用他的指头 刻在石板上 然后跟摩西和所有的以色列人 立了吸奶上律法的约 然后把那血 那深处的血 洒在全体的会众身上 我们立了这个约定 这个就是神行事的原则 神在人的生命里面 呼召我们 当我们回应他 当我们面向他的时候 上帝就跟我们立下一个 永远不改变的约 立下一个坚固无比的约 这是上帝行事的原则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一般的人生里面 我们也是常常在不同的约里面的 你们知道吗 在不同的约 今天你连你上一个网站 你上一个网站 你去一个app 其实都有一些条款的 对不对 只是我们有时候就不看 就OK OK 一直都过去了 其实都有很多的 合约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不断地在运作着的 有一些的约定 有一些的默契 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生活的方式 那合约呢 其实他在告诉我们的是 在我们两个人的关系里面 我们有我们都要尽的义务 有我们都需要做的事情 什么叫做约呢 约就是说 我跟你的关系里面 有你需要做的 也有我需要做的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当人和上帝立约的时候 我们的约却怎么样 我们常常没有做到 我们当做的那一份 我们常常没有尽到我们的义务 我们没有完成我们的责任 例如说 上帝跟诺亚立约的时候 那个约是这样的 上帝说 我永远不会用水毁灭这大地 但是人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句 不可流人的血 因为你们是神形象造的 所以说不可以杀人 不可以杀人 这就是上帝 在跟诺亚立约的时候 这是双方的 这一个约定 但是今天请问 有没有杀人呢 从那个时候到今天 凶杀仇恨 依然弥漫在整个大地 更不要讲 后来的那一个西乃山 那一个律法的约定 南才我们读的耶利米书 31章32节 好不好 弟兄姐妹们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这新约 不像从前我拉他们 祖先的手 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日子 与他们所立的约 我虽然是他们的丈夫 他们却违背了我的约 这里非常清楚的 当耶利米写下这一段话的时候 非常清楚的整个以色列群体 虽然曾经与神立约 完全没有尽上他们的义务 他们不只是不单单敬拜这位神 敬拜许多的偶像 他们不只是没有回应约里面的 行公义 好怜悯 谦卑谨慎的与神同行 他们流人的血 他们犯奸淫 他们有许多的虚伪伪善 在许多的事情上面 以至那个时候 以色列跌到他们历史道德 最低的低点 在许多的时候 约 并没有办法真正完成他的任务 因为其中一方 并没有真正守住他的约 这个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也是这样的 跟我们最贴近 最贴近 我们常常立下的一个约定 是我们志愿立下的约定 是什么约定啊 就是婚姻的约定 对不对 但是就年到今天 我们看到婚姻的约 家庭的约 我们常常也是违背他 那各位 这一个人 大家认识吗 我又要调查一下 谁认识的 稍微举手一下 好吗 果然 OK 谢谢 曾经有一阵子 有些人是不会看足球的 只会看他 OK 就是看足球的时候 看足球的时候 就是看他David Packard 因为他很帅 所以说 他很帅 所以说 又是很有名的球队里面的球星 很多人就是看他 OK David Packard 可见他已经过了 他现在已经很大了 很老了 所以说 我就看了 你们都不认识他了 你们认识谁 梅西认识吗 梅西认识 不过梅西不帅 Christian or Norado OK OK David Packard David Packard 已经是多年 像我们那个时代的人 多年前的人了 最近他的儿子 这个是他的儿子 他儿子还年轻 OK 最近他的儿子 跟这个也是一个明星 但是我不认识他 跟一个明星结婚 结婚了以后 他们就签 在结婚之前 就签一个合约 就签一个合约 那个合约里面讲 未来我们离婚 未来我们离婚 三年内不可以结婚 就是未来我们离婚 你看那个合约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好像已经知道 有一天 我们不会遵守婚姻的约 有一天我们一定会离婚 所以说有一天 我们离婚以后 要等三年 冷静期 所以说今天 许多时候 我们就是一直在毁约 人一直在毁约 人守不到 这一些的约定 但是呢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新约 当耶利米 复述了旧的约定 的失败的时候 当耶利米提出 有一个新的约的时候 为什么他那么震撼 然后当耶稣 举起杯来说 这是我的血所利的新约的时候 为什么在旁边的 十二个门徒 会整个人惊讶起来 因为新的约定 却是倒反的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当那些日子以后 我要以以色列家 所利的约是这样的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们再读下去 我要把我的律法 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的心里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他们个人 必不再教导自己的灵舍 和自己的同胞说 你们要认识耶和华 因为所有的人 从最小到最大的 都必认识我 我也要赦免他们的罪孽 不再记得他们的罪恶 这个新的约是完全翻转的 那时候完全失败 不能够守约 不能够尽上义务 不能够负上责任的那一群人 上帝却跟他们说 上帝跟这一群人说 我现在要立一个新的约 你们能够做得到 每一个人能够做得到 各位家人们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也常常跟我们自己立约 有的时候我们答应自己 今年我要过得怎么样 有时候我们答应别人 我们要做得如何 我们常常做各样的立志 各样的立约 我要做到这个 我要做到那个 但是我们又一次一次的失败 但是今天耶稣基督 却给我们一个新的约 这个新的约 能够帮助我们做到 不久以前 我又看了一部电影 又投资时间 又尾声 看完一部完整的电影 不过这部电影 不值得看 不需要看 然后呢 那部电影叫做Ted 就是一个Teddy Bear 然后呢 突然间会讲话 会动 完全不值得看 OK 那一个半小时 真的是浪费时间 OK OK 好 然后呢 不过我完整地看完它 但是其中有一个 却让我有一些感受 就是里面的那一个男主角 那一个男主角 每一次都跟他的女朋友说 这一次我会改变 这一次我会不一样 我一定能够做到 我一定可以成为一个 有责任感 成为一个好的人 我会长大 不再是一个变来变去的男孩 我会成为一个男人 可是呢 每一次 这一次呢 又有很棒的毒品 他又跑去抽 然后那一次呢 哇 他的童年的偶像 又在那一个party里面 他又跑去party 所以说他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我有时候就觉得 这个也好像就是我们的生活 许许多多的基督徒 许许多多的父亲 许许多多的母亲 工人 老板 各样的里面 我们常常在心里面说 我要做到 我要不一样 这一次我要可以 但是最后我们又失败了 所以说新的约 最powerful 最吸引 每一个那个时候 当耶稣举起杯来 所有的门徒在看住的就是 耶稣 你真的能够帮我们做到吗 我们要如何真正做到 跟旁边人说好吗 你真的可以做到 跟旁边人说 你真的可以做到 你真的可以做到 各位家人们 如果你要结婚 一直觉得不懂 自己做得到吗 去结 你真的可以做到 然后你一直 我不知道 我想要立下这个承诺 我想要信主 我想要跟随主 但是我不懂 我可以做到 我的生活方式 我的形态 适合成为基督徒吗 我要对你说 你真的可以做到 你曾经历过很多的梦想 很多想要做的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但是我要告诉你 这一次 你真的可以做到 再一次很肯定地 跟旁边人说 你真的可以做到好吗 跟旁边人说 怎么样做到的呢 好 第一个 最重要的 新约之所以 跟旧的约不一样 最重要的是 我要把我的律法 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的心里 新约和旧约 最重要不一样的地方是 旧的约定 是刻在石板上的 虽然是上帝 用手指头亲自刻的 虽然是做了一个月柜 荣美的 用金包着的 然后放在那个月柜里面 不只是有那个约 石板上的约放在那里 还有一个罐放的玛纳 还有一根发芽的杖 这一切都是神迹 才能够做出来的东西 但是都没有用 因为最重要最重要 为什么一个约 我们能够真正改变 我们的生命 我们能够真正做到呢 那是因为 这个约必须是 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的 各位家人们 那在一开始的时候 荣哲弟兄 带领我们 做敬拜的时候 他在敬拜的时候 他就开始说 我就跟上帝祷告 求上帝给我一句话 其实我在下面 sorry 我在下面讲 Oh no 为什么我讲 Oh no呢 因为我知道 有的时候 太多信息了 在一个崇拜里面 很多一句话 那句话 这句话 大家我不懂 要抓哪一句 所以说我一开始 他就说 上帝给我一句话 我就Oh no 不懂又是什么话 我就在下面 我就在下面 我的心里面 真的是这样的 可是呢 结果他就说 撒摩记 他一讲那节经文 我从Oh no 变得怎么样 感谢赞美主 因为上帝给他的话 就是上帝今天 要大家领受的 哈利路亚 我们把掌声荣耀 归给上帝 耶和华 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你要真正做到 关键是 那个约不只是在嘴巴 那个约不只是在手 那个约不只是在一张纸 我签下来 而真正你要能够做到 你要能够真正守约 完成你的工作 完成你的义务 完成你当做的 关键就在于 他必须是刻在心板上的 有一次有一个年轻的牧师 第一次赶鬼 他第一次 人生第一次赶鬼 然后呢 跟一个有经验的牧师一起 然后呢 他在赶鬼的过程里面 那句话让他印象深刻 后来他分享给我们 那非常的深刻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赶鬼的时候 在征战到最激烈的时候 突然间那个被鬼附的 大声地喊一句话出来 我要的是他的心 可以吗 What I want is his mind 他的思维 他的心 我们一直 在我赶鬼的经历里面 在我跟属灵征战的经历里面 我知道 到底 魔鬼真正要做的是什么 魔鬼真正要做的是 他要得到你的心 他要在你的心 留一个余地 留一个空间 掌管那一个东西 只要你的心 留着余地 他能够控制你的思维 在你的心思里面 留着余地 他就有许多可以做的 在我整个服事的经历里面 和人相处 帮助人的经历里面 我知道真正的问题的关键 不在他的环境 而在他的心 而在他里面的心 所以说这句话是真实的 我们把这句话举起来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The battle is not without is within 不是在外面的 真正的战争 并不是在外面 真正的战争 是在你自己的心里面 你自己的心里面 如果你要守约 你就先要胜过你的心 如果你要守约 你就必须把那个约 真正放进你的心里面 心思的力量太大 心思的力量决定这一切 容许我再讲一次这个人 Carrie我已经讲过他好多次 但是我真的要讲这件事情 那Carrie的研究告诉我们什么 Carrie的研究告诉我们 这个心理学家 这个压力心理学家 他的研究告诉我们 压力只对你有害 只会当你认为压力对你有害 压力才会对你有害 听得懂吗 对不起啊 讲得不够顺 意思就是说 你有压力 我有压力 但是一个人 A的那个人觉得 压力对我有害 他的压力真的就会让他有高血压 让他寿命减短 让他有各样的事情出来 但是另外一个人 有同样的压力 但是他的思维里面 压力没有问题 压力对我是好的 所以说他的健康 完全不会有问题 他们进行的实验里面是怎样 他们在大学里面 找那些年轻人 不过这些年轻人 并不是随便找的 有一批的年轻人 其实六个月之前 他就预备这群年轻人 这群年轻人 他们课堂上的教授 就一直跟他们讲说 压力对你们是好的 不要担心压力 不要担心压力 压力能够帮助你们 他们的思维心思 已经被装备了 但是另外一群的人 是没有被装备的 然后过后 他们就做一个实验 把这一群人混在一起 带进一个实验室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是在进行实验 突然间就这样 你看到吗 这里有三个东西 然后我突然间就讲说 国雄上来 国雄你不怕了 OK 要找一个怕的 全部都看起来很勇敢的感觉 从来他就叫一个人 你上来 然后 不用开玩笑的 OK 从来他突然间就叫一个人上来 上来的时候 给他带一些仪器 然后在他身上 然后就叫他当众要跟大家讲话 而且台下的 头这两三拍的人 是已经讲好的 那个人一讲话的时候 这两三拍的人 就故意那种表情 你在讲什么 每个都是这样的表情 不然就 我有一次 在一个我很尊敬的牧者面前 讲道 那时候我很 我很希望说 讲了看怎么样 结果我讲到一半 他就在下面 大概就是这样子 每个人越讲越压力 越讲越紧张 可是你知道 过后那个报告出来的时候 很惊讶地发现什么 那些没有训练的人 那些没有受过装备 受过训练的人 思维没有改变的人 他们怎么样 他们的心脏的血管 真的是变薄 因为当你有压力的时候 你的心脏会变薄 然后那个血压 冲出去的时候 为什么会变成高血压 是因为我们的血管 那个管壁变薄 可是那些受过训练的人 在同样的压力里面 他们的血管 是维持一样的 完全没有不同 只是因为你的思维的改变 你的心的改变 连你的血管 都变不一样了 你明白吗 所以说我们每次 我爸爸每次跟我讲 我祈祷给你 祈祷有心脏病 这是真的 因为你的思维 真的会让你有心脏病 各位酒内的家人们 所以说当耶稣 举起杯来说 这是新约的时候 耶稣在讲的是什么 这一次跟过去不一样了 这一次上帝 跟你们之间 已经不一样了 你们以前 可能就是一个表面 我可能是因为 我爸爸妈妈要我来 我就来 可能我的男朋友 要我来 我就来 我的女朋友 要我来 我就来 可能这是一个责任 我就来 可能这是因为 有一些关系 刚好碰巧 我就来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 这一次 这个约 会成为可以实现 你做得到的约 是因为 这个约 会要真正地 进入你的脑子里面 你的心里面 要进入你的心思里面 各位家人们 所以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守约的人 如果你今天也立下一些约定说 我要做到一些事情的话 请你非常非常注意你的心 帮我跟旁边讲 注意你的心 注意你在想什么 注意你在想什么 注意你的心 你要守护好你的心 上个星期我讲到的结束 我说耶稣为什么可以 用着 耶稣基督独特 不是这世界的方法 走上十字架 是因为耶稣守住了他的心 你能够守住你的心吗 那我例如说 我觉得很重要的 我们要守住我的心 不要给太多这些社交媒体 来影响我们的心 Amen 我现在已经完全没有看Facebook了 我现在也完全没有看 任何的social media 人身真的很美好 跟旁边的人说 不要看就很好 跟旁边人讲 你有没有想要回答 杀了我吧 这样子 你知道关键真的在你的心吗 OK 当你继续打开你的心 容让很多负面 很多的比较 很多的不好 进入你的心 你的生活就没有力量 我有一次 在网络上突然间发觉 有一个人在网络上 一直在骂我 好多年前 OK 好多年前的事 我看今天应该继续有在骂 然后他 他不懂我去哪里 找了我的照片 就放在网络上 然后就开始骂 这个什么人 就骂很多 很多各样的话 就放在那里 就放在那里 那这个人 是一个年轻人来的 以前 很久很久以前 来过教会 我不大记得 我跟他之间 有发生过什么事情 那来到教会 那时候教会还小小 我们就 我也还很年轻 就大家一起 但是就 他就找到我的照片 就骂骂骂骂骂骂骂 OK 你可以回去搜索一下 可能还收手的到你 就知道他骂我什么 OK 然后呢 当骂 我记得有一次 我帮他的家 后来我坐船到牧师 他也是继续骂 然后 有一次我帮他的家里 处理伤势 他的亲人离开 我就处理 那我就遇到他 遇到他以后 他也是那个年 好像 很恨我的那个年 很生气我的年 所以说 我就走过去问他 请问 我什么东西 得罪你 或者说 我做错 我不是这样讲 得罪你 我说 我是这样讲 我做错什么 你可以让我知道 我做错什么吗 为什么 然后他回答我 你自己做的 你自己知道 他就走了 他就不要理我 然后我就 从这句话 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我不需要再管他 为什么生气我 因为他不要告诉我 我决定把我的心 关起来 就不要管这个事情 绝对不要让他 所讲的任何一句话 进到我的心里面 不过我不大敢 跟慧婉讲 因为我怕他压力 不过后来也给他发现 怎么这样的 我的照片 因为有时候 他连慧婉的照片 一起放上去 就骂 就被发现了 但是你知道吗 树影字幕是讲的 不管外面的水 有多高 外面的水多大 你的船 都没有问题的 但是当你决定 把你的船 开一个舱口 开一个口的时候 外面的水一进来 你就沉下去了 阿们 你只要守住你的心 别人怎么骂你 没有关系的 你知道吗 特别是这种 没有理由的 如果有人真的很有理由 骂你 你就要听 我不是跟你讲 回家你妈妈骂你 我守住我的心 不管你 那个不是 我也去问他 我到底做着什么 他不要 就没有关系了 我就把我的心关起来 各位主内的家人们 新约为什么能够成功 为什么新约我们做得到 是因为新约光乎于心 特别今天来到这个时候 来到这个时刻 我们在预备 下个礼拜 我们进入受难和复活节期 下个礼拜 我要跟大家重新立约 你做一点准备 下个礼拜 我们回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会在复活节当天 跟耶稣重新立约 重新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主 让主来使用 那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我们的心 而且这颗心 这么重要的话 这颗心是一颗怎样的心呢 我们再读一下好吗 各位弟兄姐妹 邀请你们再读一下 他们个人 必不再教导自己的灵舍 和自己的同胞 说你们要认识耶和华 因为所有的人 从最小到最大的 都必认识 我们的心 大概是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 就是最小的心 卡通 那才讲 从最小到最大 卡通就是最小的 最小的 觉得自己很不重要 觉得自己很不厉害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的心里面 就是这样觉得 这件事我做不好 我不厉害 我不能 我不可以 我擦得要死 我每次都输的 我一点都不重要 没有人关心我 我只是很shame的 很羞耻的一个人 这个叫卡通 那有的时候 他可能是最大的心 卡通 他可能是最大的 我觉得 哇 自己太棒了 我很伟大 我很重要 我很特别 我很厉害 我很了不起 我这件事情 我做得太棒了 我们可能是最大 或者是最小的心 我们一般上都是 我们的心大概就是这两种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自己好了不起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自己糟糕地要命 不是最大 就是最小 但是呢 新约里面却是这样子的 新约里面说 重点是 你从最小到最大 不管你最小还是最大 不管你觉得自己很重要 觉得自己很厉害 还是觉得自己一文不值 重点是 你们都要认识 认识这个西伯来文 叫做亚达 而且他在你如果去读 耶利米苏的时候 他不是这样子的 他的写法完全变成不一样 变成Yedish 为什么他变成这样子写呢 是因为他把亚达 这个动词 变成一个未完成式的动词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 你必须持续不断地认识 你必须持续不断地成长 你必须持续不断地进步 帮我跟旁边人说 持续不断地认识 持续不断地认识 所以说各位家人们 各位家人们 在这一次的GLS 我有一个很棒的收获 我很久以前就知道这件事情 我知道人其实可以分为两个类型的 一种类型的人叫做固定思维的人 固定思维的人是怎样 他认为自己的生活 他的智慧 他的智力 他的能力是已经固定的 举个例子 他做数学 他不会做 一不会做 他说我就是不会做数学的人 可以吗 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 好像我的大女儿 我拿球丢给她 她小小的时候 我球丢给她 她拿那个棒就 就打回来 哇 这么厉害 然后我像我的小女儿 我的球丢给她 然后呢 球都飞过了 她才举手 固定思维 固定思维就是这样 我的大女儿有运动细胞 小女儿没有 这种就叫固定思维的 就是这样 你就是这样 天生就是这样 你运动好 数学好 这个好 那个好 我天生就是有人缘 你看我去哪里 大家多爱我 我天生就没有人喜欢 去到哪里 就是这样 这个叫做固定思维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思维 可以叫做流动的思维 或者我们叫做成长 成长思维其实是我取的 然后呢 或者叫做流动的思维 就是我可以改变 这题数学我不会做 我一直念 我念到我就要会做 那个球飞过了 我才举手 我就一直努力 一直努力 最后我可以借到那个球 可以吗 那我一直就认为 这世界有两种的人 但是我有一个盲点 当然我是觉得 自己是成长思维 固定思维是你们 但是我一直就有一个盲点 我的盲点就是 一个人是固定思维 他就是固定思维 一个人是成长思维 他就是成长思维 但是这一次的GLS的时候 Hady就是这一位心理学家 他的研究显示 其实错了 每一个人是你的头脑 都可以在固定和成长思维 不停地转化的 你可以一直在转换的 你可以一直在转换 那什么时候 我们的思维 会停在固定思维呢 就是当你去 想要证明你自己 展现你自己 当你心里想着 比较的时候 其实你就在固定的思维里面 就好像我啊 我现在站上台 我现在在这里 讲到对不对 如果我站上台的心态 是这样子 来 让你们看我多厉害讲 来 让你们看一下 我的希伯来文还可以 其实我就是在固定的思维里面 或者来看一下 我这个牧师讲道不错 不过这个我顺便问一下 我讲道还可以吗 还可以鼓掌一下吗 OK 这个就是固定思维 你看我数学题做对 你看一百分 你看我开这辆车 看到我的车吗 什么时候当我们的心态里面 我们一直想着 我们是现在这一件事情 在证明我的能力 证明我的价值 证明我的厉害 然后我们在跟人比较的时候 各位家人们 我们就在固定思维里面 那固定思维有什么不好呢 跟人比较有什么不好呢 如果你每次都比赢就很好 OK 如果你每次都能够证明你厉害 当然OK 但是 固定思维的人 一比输的时候 在比较里面若一下风 证明不到自己 当他失败的时候 他整个心情就会跌到谷底 他就会整个失去他的energy 失去他的快乐 失去他的力量 然后他就会变得很逃避 各位 不管你是卡通的心 还是Gador的心 不管你是最小的心 还是最大的心 其实都是固定思维 你做得到 你比旁边人厉害 你就觉得自己很重要 很特别 你做不到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很糟糕 很微小 很没有用 你就去到另外一个 所有这两种思维 都属于旧月 耶稣基督 今天要带来的心 是不一样的 是成长的思维 成长的思维 有什么不同 成长的思维是 来 大家一起读好吗 学习进步 今天我在做这件事情 我是继续地在学 继续地在取得进步 今天我站上来 跟你们讲 不是要展现 我将人见多厉害 讲到 No 大法人比我会讲 大法人比我讲得更好 很多人的西班牙文 比我好得多 那在我的发音 应该不够准 可以叫更好的人来发音 但是不要紧 我进步了 我成长了 我学习到了 我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在这个展现里面 我经历了这一切 这个就是Yadah 这个就是Yedish 持续地认识 持续地成长 唯有当我们持续地认识 持续地成长 我们才能够成为 新约里面的人 如果你要 今天要跟耶稣立下约定 然后你说 耶稣我要做得到 那我要请你成为一个 愿意持续成长的人 如果你只是停在那里 就好像过去 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那样 我只是要用律义法来证明 我多厉害 要用律义法来证明 我是圣洁的 我跟他们不一样 他们是犯罪的 我不同 我是基督徒 我不做这些事情 我是那个 我要做这些事情 对不起 到最后 你就是软弱 唯有你愿意明白 我要有一颗成长的心 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进步 你的生命才可能不一样 更加上 在耶利米书是这样子讲的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也要赦免他们的罪孽 不再记着他们的罪恶 所以说各位家人们 你知道你可以承认你的软弱 你可以承认你还不够好 然后呢 持续不断地进步 因为耶稣基督 已经赦免你的罪 并且最后这一个新约 到底他为什么能够帮助我们做到呢 那是因为这个新约 刻下的是爱 当耶稣拿起背来的时候 所有的约都是这样的 所有的约都是 有一个明显可见的记号 好像南海文讲 诺亚的约 诺亚的约有彩虹 然后亚伯拉罕的约 有线的那个祭物 然后西乃桑律法的约 有那个石板 然后呢 当耶稣跟我们立新的约定的时候 他有一个可见的记号 就是你可以看得见的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今天 每一个约我们一直要重复圣餐 因为这个一定要让全部人看见 我们每个人要看见 当耶稣拿起背来的时候 他说这是我流的宝血 所立的新约 他不单是讲新约 他讲什么 这个是我的血 这个是我的血 耶稣基督亲自流出他的血 为的是要成就这个心愿 有一次有一个小男孩 他就从家里跑出去 跟妈妈吵架 跑出去 他就跑 结果跑出去 就一整天 他在外面流浪 跑来跑去 哇 到最后肚子饿得要死 然后呢 他就 可是他身上没有钱 他就这样跑出来 很饿 不懂要吃什么 然后他就走到一个路边摊 然后就看出那个面当 哇 肚子好饿 看出那个面 然后那个老板呢 好像注意到这个小孩子 就 来来来 你来 坐 他肚子饿了 就去了 坐下来 老板就弄了一碗面 还特别加料 热腾腾 香烹烹的 放在这个小男孩面前 哇 然后小男孩就吃 吃吃吃 哇 吃得很好吃 然后老板还讲 吃得够吗 还要加吗 来加汤 加面 加料 来 要不要喝一杯水 就拿一杯水 冰水 放在他旁边 哇 喝得好 太好 然后小男孩吃到最后一口的时候 眼泪就流下来 然后就跟这个老板讲说 老板 你对我实在太好了 你是全世界对我最好的人 然后老板就问他 你怎么 他就说 他跟父母吵架 跑出来 什么什么 然后老板听完了 老板就讲一句话 我只不过是煮一碗面 给你吃 你就认为 我是全世界最好的人 请问你的妈妈 煮过多少碗面给你吃 你的父亲陪伴你多少个夜晚 你知道有的时候 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在教会一直重复 举起背来 这是主所留的宝血 这是他所立的心愿 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 别人送我们一点小东西 为我们做一点小东西 我们就很感动了 但是每一次当耶稣 举起背来说 这是我的血的时候 我们却感受不到 我们却感受不到 却不明白 这一份的爱 各位家人们 每一次的圣餐 每一次喝下 吃下那饼与杯 这个都代表着 神对我们的爱 而在这一个时间 我记得在过去 有一次我就跟一个长老 我就跟一个长老讲话 我就说 哇 长老你很有名 他是另外一间教会的长老 我就问他 长老你很有名 每个人看到你都认识你 他就开玩笑 这样讲 然后讲 我就突然间想到西伯来文 我就讲认识 西伯来文 亚大 哇 那个长老就突然间 这个长老是有一点分量的 因为他懂亚大是什么意思 其实在西伯来文里面 亚大 亚大这个词 不只是局限于认识 它是什么呢 它不只是说 我认识你这个人 你认识我这个人 亚大这个词是讲什么 是讲我们认识 清静 靠近 甚至结为一体 所以说亚大这个词 在圣经里面 其实它的意思是 连接 所以说你不可以随随随便便 跟旁边人说 我亚大你 跟老婆就可以讲 就是真正的 完全的两个生命的连接 所以说这个新约是这样子的 我们从小到最小到最大 我们都要认识这位神 不管你觉得自己多了不起 不管你觉得自己多微不足道 放下这一切 我们成为一个能够改变 能够成长的人 然后呢 让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爱 让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爱 而当我们在这个爱里面的时候 整个思维是完全的不一样的 过去我们的思维是这样的 过去我们的思维是自我充满的思维 你知道我们 为什么我们一直想要证明自己 想要跟人比较 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自己的价值 我们是一种自我充满的思维 我们一直讲 我又错了神啊 对不起我错了 我又软弱了 我又做不到 我又太差了 我又笨了 我们就一直是我 我全部我在里面 但是各位家人们 今天开始 因为耶稣基督的爱 让你的思维变成是基督充满的思维 我做不到 但是耶稣做到 我有罪 但耶稣赦免我 我软弱 但是主是我的刚强 我开心不起来 但是主耶稣 使我的生命能够喜乐 不要继续在你的思维里面 继续想很多的我 当你想越来越多的我的时候 你就继续的失败 当你被你的self-occupation 整个你的头脑 都是你自己的时候 你怎么能够成功呢 你怎么能够抵挡魔鬼的攻击 撒旦的诱惑 这一切的试探呢 但是当你的思维 转向耶稣基督的时候 让耶稣基督充满在你的思维的时候 各位家人们 你将看到你的生命不一样 你真正可以做到 你要做到的 你真正改变 你真正不一样 你真正在讲那 今天你做到什么 你真正在这一切